每天從五分鐘十分鐘 你想要放鬆一個身體的部位 你就可以跟自己的身體有一個困難 就有一個連結 因為有時候沒有有意思的做這件事 可能這一週都沒有 沒有跟自己的身體有任何連結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愛波外出中 乘與身心靈平衡 我們邀請到了大來賓 是YogaFibes的瑜伽老師 Kathy老師 嗨大家好我是Kathy 然後我們今天就會聊聊一個主題是 瑜伽真的有助於身心靈平衡嗎 以及練瑜伽的五大好處 而且這支影片是以兩倍速率來聆聽都非常OK的 因為現在人的身心壓力都蠻大的 甚至有很多人都出現了失衡的情形 學生有逐漸上身嗎 在這幾年 其實我覺得其實意思來說 練瑜伽的人他都不在一個少數主權 只是因為近幾年的媒體報導 感覺好像變成運動是一個時尚的行為 然後所以大家才會越來越知道說 欸我要把就是我有練瑜伽這件事情 就是很容易告訴大家 對 然後就也比較喜歡鼓朋伴 也有一點算是一種風尚 對有點算是 然後像是大家也會很愛買什麼漂亮的衣服啊 那就跟大家一起 真的啊 就穿穿漂亮的瑜伽服 然後剪裁設計什麼 然後都變得更 成為一項流行性的運動 對 像我自己本身啊 是五六年前就已經接觸瑜伽了 但是我大概在快五年前 五年前的時候發生一場意外嘛 嗯 Everwise說中的粉絲可能都知道 然後自從那場意外之後啊 我就開始復健 復健到尾聲的時候 其實治理老師就有跟我建議 比較喜歡的運動 例如就慢跑或是瑜伽 其實已經可以開始去做了 又開始重新拾回了瑜伽 練瑜伽這件事情 今天想要跟 就詢問老師 這是一個弟子請問老師的一個角度 就是練瑜伽的五大好處 首先就是像人家有講到身形 其實蠻多人剛開始接觸瑜伽 他可能都是想要改變體態 那因為他們把瑜伽當成一個運動 那其實你練越久又會發現說 其實他不僅僅是一個運動而已 對 那但是就身形外在條件來說的話 其實你如果定期的練瑜伽 你會感覺到你的肌肉線條件 會比較修長 那你不見得說你的體重會降很多 但是你絕對會看起來比較高挑 比較高挑 肌肉的部分就是拉長 不會說一球一塊一塊這樣子 一塊一塊的 然後還蠻多人真的就是因為 練了瑜伽以後 感覺上整體的身形就有被修飾 有耶 因為每次來瑜伽教室 就好多美女喔 真的 我覺得 我覺得那種美是 好像覺得很有女人味的感覺 像我自己練瑜伽 也覺得沾染了一些女性的氣質 回家就覺得說 我那種過剩的陽性能量 好像在生活中 要一直fight fight fight 那種感覺就會被平衡掉 第二點其實我覺得 那調整呼吸 好像也是瑜伽辦得到的耶 對 因為其實在瑜伽練習裡面 我們都很講求呼吸跟動作的結合 然後所以你不管是做比較 停留久一點的練習 或者是比較快速的 它其實都是要結合呼吸的運作 然後你才能達到好的練習品質 其實上一次我上你的課的時候 我就問說 應該要怎麼練呼吸 然後你就說 好像呼吸其實有百百種 但是其實我們只要掌握了一兩種 然後搭配在瑜伽裡面 就可以有效地去覺察身體啊 我常常會忘了呼吸耶 嗯 尤其是在很忙的時候 你會變得可能呼吸很急促 對 然後或者是說 有時候好像有些人會過度換氣 就是太急躁的時候 會有點吸氣吸不上來的感覺 對 然後其實如果你定期有帶練習家 你就可以把這種感覺帶到你的日常生活中 然後你就可以緩慢你的日常生活步調 我會不由自主的想打喝歉耶 嗯 這是正常的 可能有些人的很放鬆的表現 他可能就是會打歉 然後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會睡著 所以他很放鬆的一個表現 那我都是非常OK的 我想說我常常打喝歉是正常的嗎 是這種排毒嗎 因為他覺得有點是 還是因為你都下班來 所以很累 對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如果都是那種比較難入眠的人 你或許會需要一些引導 你就可以把這些引導帶回家 帶回家 就自己可能掌握了一些方法 然後用簡單的方式在床上 做一些舒眠類的瑜伽 就會比較好睡 那第三呢 我是覺得有 還有心理方面 因為剛剛都在講身體嘛 那第三點就是 來到了心理層面 好像可以更減緩一些焦慮的感覺 對 然後其實因為瑜伽有很多的動作 那像我們比較做 比如說後彎 你就會有個開闊心胸的一個功效 那做前彎 你可以就是比較謙卑的感受 那所以你可以針對不同的體會法練習 可能都會有不同的性格上的修正跟內化 成自己的一個新的性格 跟感受 我的受眾 就有一群叫小聰 一群叫漫漫 小聰就是 在人生的生活中 可能有一些目標 他Stand the goal下去之後就會狂追 對 就是比較沒有辦法放鬆 對 所以我覺得 像瑜伽這種 慢 他就是給我一種 如果真的是要找一個詞彙的話 就是慢這個字 有點類似太極啊 氣功這樣子 好像同時 就你可以梳理啊 爬梳自己的情緒 並且就是獲得釋放 嗯 下一點呢 我覺得就是可以專注於當下 因為其實像我們一般的生活 步調其實就是越來越快 而且現在的科技產生太多 對 很容易就會被分心掉 就像我之前也才就是在改掉 用手機看時間這個習慣 對 然後你每次只要一拿起手機 你就會瞬間被上面那些訊息給打擾 嗯 那你可能當下只是想要吃個飯 然後你可能 欸看現在幾點啊 就莫名其妙回了三個訊息 對對對 而且是好幾個APP在那邊跳 然後有時候Facebook也亮 IG也亮 然後就是 你就會很容易分心 那其實有一些習慣 那你除了可以透過 譬如說不看手機 就是你用手錶看時間啊 去改掉 然後或者是 你平常練瑜伽的時候 你把這個專注力 慢慢找回來 然後就可以幫助你 更當下 更當下 像我自己 現在有時候出門的時候 我只是在家裡附近 的地方的話 我就不會帶手機 對 這樣其實蠻可以 放下一切的那種感覺 對 一開始會有點不太習慣 對 然後後來你就會覺得說 啊這樣真的是很安心耶 就是 都不用 排出任何的干擾 應該就是一個雜訊 進來的那個中心點嘛 對 然後包括有時候在工作啊 就是工作的時候 我也會把它就是 乾脆就丟到別的房間 那個床上 然後把門關起來 對 然後就可以得到一個 有點類似block time 一個很完整的 當下時間 當然練瑜伽 也真的是給我這種感覺 而且進來的一個小時 大家通常就是 得要把手機放個包包 對 對 對 終於可以有一整天 有一個可以把它排到外面的時間 我覺得現代人的幸福感 跟它的專注程度 真的很有關係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常常 回歸於中心 然後在自己的生活中 關心自己 而不是把這些注意力 寶貴的注意力分散在 各個地方 對 各個地方 然後處理別人的事情 對 然後每天就是這樣 不注意著大家的話 我覺得那個幸福感提升 真的很有效 第五個呢 我認為 瑜伽也可以幫助我們的好處 就是 讓我們更喜歡自己的靈魂本質 因為 通常我們在 練習的過程中 你可能一開始只專注在外顯的部分 但是你可能練了一陣子 你就會慢慢回歸到內心的層面 然後去強化你的動作 然後當你把這個東西 練習變成一個日常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在生活的觀念上 或者是一些想法的分享 或是對社會關心的東西 都會跟以往太一樣 對 然後你就會進而更找到說 原來 就是 我是這樣不一個人 之類的 是喔 對 而且我覺得可能是要長年累積 其實有些人 他們也不見得說真的練了很長一段時間 但是它其實 它會是慢慢的一個進化的過程 肢體上面去揣摩這些姿勢開始 對 然後在一些點你要hold住 對 可能當時會有一些肌肉之間的拉扯跟疼痛 可是久了 練越來越久好像就更有毅力 對 然後越來越往心裡看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啊是不是我一定要練一個小時啊 或是一定要練多久 它才是一個人家練習 但其實 就光是講呼吸好了 我們剛剛提到的 呼吸很簡單 你其實 就光是在一般走路的時候 對 你只是要意識到說 我現在正在呼吸 它就會 你就會專注力就會回到自己 是喔 對 然後所以像瑜伽一開始 我也是很鼓勵大家說 你可能每天從五分鐘十分鐘 對 想要放鬆一個身體的部位 你就可以自己跟自己的身體有一個 可別 就有一個連結 對 有時候沒有有意思的做這件事 可能 這一週都沒有跟自己的身體有任何連結 沒有跟自己的身體有任何連結 那個行程被塞很滿的時候 對 像我先前也是 有去找過 就有遇過一位身心靈的醫師啊 然後有跟他聊過 我就說為什麼我常常會覺得頭很緊很痛 診斷了一下 他就說我把非常多能量都集中在我的頭部 然後他反而建議我去好好的走路 過剩能量是預計在這邊 所以我就要一步一步的確實去走我的路 這樣在走路的同時 他的整個能量是會被平均分散到下面的身體上 那Katy老師也有在推出線上的瑜伽課程 對 其實大家在線上練習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顧不勉強自己 對 因為其實很多的受傷啊 或是不舒服 來自於你其實過度的覺得說 我一定要達到這個完美的動作 就是想必 對 應該要可以 那其實瑜伽他沒有所謂的完美的動作 他其實就是做你身體現在覺得舒服的 然後我們在體會法裡面就是講求的是 舒適 然後前穩定的呼吸 所以當你發現你在這個動作裡面 沒有辦法舒適前穩定的呼吸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一個你在比自己的一個過程 對 是 所以其實還蠻容易去判斷說 欸你有沒有辦法就是在這個動作裡面 穩定的挺多 所以他就是很重要兩個指標 對 如果開始偏離 偏離的話 那其實你就感覺好像要 再重新跟自己稍微說說話 對 我覺得現在的課程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有很明確的分類 那其實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 譬如說你平常是有運動習慣的人 那你挑戰一些比較困難的 或許對你來說就沒有問題 因為你的身體的肢體已經比較協調 所以你會比較能夠一目瞭然 這個動作的細節跟重點在什麼地方 那如果你是完全的beginner 就是完全的初學 初心者 平常也不是很愛運動 然後你可能就可以從一些比較舒緩慢的 然後去把所有的細節看仔細 然後再開始 然後我覺得影片還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其實他就是可以重複看 就一直回放 對 你一直回放的時候你可以去觀察 就是老師的動作 當然就是不要跟老師比 就是每個人的身體都是不一樣的 記得不要跟老師比 隔壁那個同學 就是隔壁那個同學也跟你不一樣 所以就是放下那個比較的心態 然後關注到自己 到底是 欸原來這個地方是這樣運動 那我打開這隻手說 我有沒有感覺到一樣的地方 是有在實力或者是放手 對 如果我現在覺得已經達到相同效果的話 我就會暫停在這邊 然後讓自己 就是等待再下一次的進步就好 因為我現在也其實也開始來 The Yoga Fives 上老師的課 我就很喜歡裡面的一堂修復瑜伽 就是常常都會關著燈嘛 然後開著一盞 就是在每個瑜伽墊前面放那個 電子的小蠟燭 然後大家在黑暗中做一些簡單的放鬆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棒耶 很喜歡睡覺 超療癒的 其實大家好像蠻多人是因為睡眠障礙 然後接觸瑜伽 那最後想要問老師 為什麼會接觸到瑜伽呢 我自己練了十幾年 然後第一堂課是大學的時候 就是選了一個體力課這樣子 就體育選修 對 但那個時候沒有特別覺得說 好像瑜伽很明顯啊 這一類的 然後是一直到就是隔了很久 然後可能跟我媽去練瑜伽 然後那時候的瑜伽就是比較多伸展 就是像什麼秋樹真啊 秋樹真一類類的 對 然後後來真的是 就是變成規律的練習 練習 就是到生完孩子以後 然後所以全考了四次 對啊 前前後後就這樣十幾年 對 跟他的淵遠就是有經過感覺各種不同時代 近年的風格就越來越多變 我覺得老師 就是瑜伽教師的風格就是真的很深心靈耶 真的耶 對很深心靈 因為剛好就是好像會幫你的心理 所以同時也抹擦一下 所以大家就可以很容易找得到自己喜歡的風格 對 我覺得先找到喜歡的風格很重要 因為如果一直都在那邊跟大家伸展到不行的話 我可能也不會持續練 對耶 你也不會持續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然後也可以訂閱老師的Youtube 叫做凱蒂瑜伽 老師現在的粉絲人數好像到了19萬人 對 最後呢 愛波外初中也會送出一本 老師在六七月初的書 是跟一位中醫師一起寫的 河瑩瑩中醫師一起撰寫的 對 當中醫遇上瑜伽 這個時候瑜伽也可以結合一些經絡的刺激 對 一些蛋液然後去保養身體的健康 嗯 好 那如果想要抽到這本書的話 歡迎參考愛波外初中 你描述欄下面的抽獎辦法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